因為事情始終說不清楚 所以當然會繼續殺 你今天台灣的社會 對於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關心的並不是說 王小姐是不是小三 然後呢 他們出國是不是住同一間房間 其實大家並不關心這個事情 大家真正關心的 大概基本上兩大問題 第一個 韓國瑜你在失業17年 你所謂的庶民 那你為什麼可以 這個完全就是 好像就很輕鬆的 就把600萬 拿給王小姐去投資 那是不是投資 我是到目前為止 我仍然存疑 因為沒有相關的證據 他至少說 王小姐無法舉證說 你是真的投資在LED上面 這是第一個疑問 就這個金錢的關係 反正600萬給他就沒錯了 但那是用來做什麼 那這個錢到底是怎麼回事 第二個大家關心的是說 一個總統候選人 他的個人的誠信的問題 就如同蘋果日報的副總編輯 蔡日雲在辯論會問韓國瑜的 基本問題是一樣 就這件事情 你連你最親密的太太都可以隱瞞 那我們如何相信你 將來當總統之後 會瞞全國的人民所有的事情 我並不是說 總統每一件事情都要跟大家報告 因為畢竟有一些牽涉到國家機密 但是這個很基本的個人的跟個人財務 或者說誠信有關的事情 你應該是據實已告 這是大家想關心的問題 可是你今天想利用這一張照片 來幫這件事情做一個定調 就是說我們夫妻之間沒有問題 我們感情很好 你太小看台灣的選民了 台灣選民不在乎你跟李嘉芬感情好不好 那是你們的私事 你們感情好我當然祝福你啊 感情不好又怎麼樣呢 也不是我們的事 對啊那是你們家的私事 也許他的小孩會關心 他的家人會關心 但是我們其實並不關心 所以韓伴從處理這件事情 一開始就搞錯方向 他一開始定調的方向說 這叫八卦 所以我們不理他 當媒體不斷的在追之後 他說這個是少數特定的媒體 別有用心 所以他一開始定調就錯的情況之下 後面的事情當然處理不好 今天不管李嘉芬在選前一夜 跟韓國瑜同台 甚至韓冰同台 或者你們全家同台都一樣 不會加分的啦 所以最後一刻 然後他們全家一起啊 然後一起牽著手 然後跟大家敬禮啊 說麻煩給我們一票 你覺得也沒有什麼效果 沒有用 就跟韓冰出來也沒有用 沒有用 因為他處理的還是你的家事嘛 你找李嘉芬出來 就算你們兩個在台上 非常親密的勇吻 然後韓冰出來抱著爸爸哭 你處理的還是叫做家事 那我們關心的不是你的家事 我們關心的其實是 我剛剛講的那兩大部分 關於到將來有可能當總統的人 他的人格特質的問題 誠信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一開始搞錯方向 所以你現在怎麼處理 也處理不好 另外 謙評我想補充一下 因為 其實可能大家不知道 總統今天去東奧雷達站 是他昨天在跑行程的控擋 主動跟他的幕僚說 所以他自己主動跟幕僚提的 原本是國防部長今天要去 那總統昨天跟幕僚講說 明天部長要去東奧雷達站 我應該也去 我要幫總長走完最後一程告訴部長 所以總統是臨時決定今天才去的 那包含像在台北賓館設一個禮堂 讓大家可以追思 也都是總統主動提出的想法 所以為什麼我要補充這一段故事 就是說其實這個總統 他在國家發生這麼不幸的事情的時候 你看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他有哪一件想到自己是不是能夠連任的問題 他有沒有想過哪一件事情是對民進黨的選情 是比較好的 完全沒有 他真的就如同剛剛時機講的 他很稱職的在扮演一個總統的角色 而這樣的總統的角色 我覺得在下個禮拜投票的時候 應該是被所有的選民列為一個最重要的參考的依據 就這個人 他過去是不是 他們家感情好不好 我覺得不重要 這個人能不能夠適時的 他的人格特質 以及他的能力 能不能夠適時的扮演好一個總統的角色 而且扮演的稱職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記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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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